全球疫情 这一次受到Delta病毒的冲击 其实存在着变数 那中国从南京开始扩散 所以中国的疫情 外界也在观察当中 那日本韩国的疫情 事实上也来到高点 那东南亚的疫情是非常的恶化 那也因为疫情造成全球供应链的紧绷 在台湾制造业事实上有五缺的压力 那同时另外一个核心的焦点 在半导体 今天事实上媒体一度传出来说 台积电南科18厂的五奈米厂 这一个停产 但是台积电事实上是出来公开否认 绝无此事 可是同一时间 今天大盘的重点 核心跟这个指标就在联电上面 OK好我们先看到 因为今天早上凌晨烧盘的美股 因为美国公布第二季的GDP数字 还算超强人意 所以美股今天其实都是开高的 其中道琼还一度在盘中再创历史新高 那收盘呢 四大指数其实也都是维持收小红的 所以今天台股其实刚开盘的时候 其实还不错 可是之后就一路往下杀 杀到今天最后收盘 收17,247点 几乎是今天的最低点 跟最低点大概只差了10点 所以一共大跌了155点 跌幅大概是0.89% 那今天刚刚提到的台积电 虽然传出来了这样子的问题 可是今天台积电其实只有小跌3块钱 跌幅是0.51% 那收在580块钱还算OK 那联发客的部分呢 今天跌幅就比较重了 最近联发客的股价波动蛮大的 一下子大涨一下子大跌 今天又跌了23块钱 收败910块钱的相对低点 跌幅来到2.47% 不过呢今天主要的 最主要的撑盘呢 还是联电 我们昨天就已经提到说 联电的业绩呢 其实很多的法人都看好 尤其是外资呢 已经喊价到102.8元的目标价 所以今天联电几乎要供60块钱 最高来到59块9 收盘收57块8 其实也是拉回了不少 但是还是涨了3块2 涨幅高达5.86% 可是呢 我们的谢金河社长出来讲了 这个外资啊 一下子喊多 一下子喊空 明明上个月才叫大家不要买 买联电买台积电 结果现在又出来喊多 所以呢这个谢社长就 举这个航运股的例子 航运股也是要的情况啊 都跟你说看好 看好结果呢 把你杀到砍对半 好那现在呢 又跟你喊说联电看好 那真的是看好吗 那自己就想想了 那确实在昨天的时候呢 外资其实买超联电高达16万多张 所以呢看来 外资如果看好又大买 好像就不是还假的啦 那至于怎样 我想还是要多观察 那刚刚讲到台积电今天传出来 18寸的5奈米厂停工 那事实上它的事情的真相是 其实就是有一个厂商供应的气体遭到污染 所以呢台积电是紧急把这个厂商换掉 换其他的备用厂商紧急供货 所以实际上台积电的18厂其实是没有停工的 停工的是我们刚刚说的供应气体的这个供应商 跟台积电本身没有直接的关系 所以呢这是一个谣言 那另外一个呢也跟台积电有很大的关系 我们昨天才讲到美国商务部长雷梦多提到说 哇因为美国太依赖台湾了 所以呢这个半导体的这个补贴案呢 可能台湾不会拿到 但是呢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雷蒙多又改口了说 哎呀没有这件事情还没有定案啊 一切还是等拜登总统说了算 再来就是这个晶片 还记得台积电在法说会的时候 其实说这个晶片到第三季应该就不会有缺了 可是显然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厂都跳出来说 哇真的是缺啊 那其中日经亚洲呢就调查了很多的厂商呢 得到的结果一致都跟你说会缺 譬如说苹果就已经跟你讲 我就是缺晶片 所以让我损失了好几十亿的业绩 其中影响最主要的就是iPhone跟iPad 那方田汽车也说因为缺晶片 下个月我的高钢厂要停工了 那再来Intel说至少还要再缺一到两年 那Semi就是国际半导体设备协会 说这个整个晶片设备的市场需求呢 还是要持续的成长 而且到明年的时候呢 整个成长率会比去年底还要再成长33%之多 而且整个全世界的营收会破千亿美金 所以都在告诉你真的是缺啊 好那既然晶片缺 那相关厂商其实就会从中得利 我们看到日月光今天又大涨 今天大涨了7块半的涨幅高达6.52% 收在122块半 那当然也跟他公布上半年的业绩 又在创历年的新高有很大的关系 其中上半年营收成长20% 那上半年的存益更成长高达73%之多 所以上半年的EPS已经来到4.37元 全年有机会要供10块钱 而且他已经告诉你下半年都是持续抗好 甚至可以好到明年的一整年 所以这都跟缺货有很大的关系 另外我们再看到钢铁业 今天中钢的表现还算差强容易 在这个大跌的情况之下 它还小涨了0.05元 那大成钢也可以收平盘 最主要是因为传出来又一个消息 就是中国要再次的扩大钢品出口的退税 因为在5月份的时候 其实已经针对146种钢品取消出口退税 那这次又再追加了20几项 那其中比较重要的像上一次是乐嘎钢 这次包含了冷嘎钢 镀心钢 以及电磁钢片等等 主要的厂商就是中钢 中红 大成钢这些都会受费 而且8月份他们甚至出口几样钢品 包含了像落铁 生铁等等的出口 都要提高出口税 那这时候对台湾当然相关的厂商就会有利 再看到航运股 昨天三家主要的航运股都是涨停 结果今天三家里面有两家跌停 其中长龙跌了8.65% 那阳明跟望海都是收跌停的 好 那这个阳明明明就有好消息 什么消息呢 他说他要再次去调奖GRI就是所谓的付加费 因为我们在之前讲过很多次 因为塞港塞得太严重了 所以呢从7月起他每隔半个月就调高一次付加费 这次已经是第五次了 两个月已经调高五次很夸张 不止这样子哦 大家都听过有加班车 你有听过加班船的吗 昭明准备在8月份要加开两个加班船 一个到欧洲 一个到北美 而且其中都会经过台湾 都会告诉你说真的生意非常的好 好 再来台湾的经济 这个国际的媒体也都在认证 好 台湾的第二季GRIP还没有公布 但是呢彭博呢 就问了很多的专家调查的结果 认为台湾第二季的成长率 可以高达6.65% 大家知道我们的第一季 原本公布的时候是8.16% 后来主季处有上调到8.92%了哦 那现在如果第二季还可以持续成长 真的是很厉害哦 那几个外商机构 包含了巴克莱银行 包含新展银行 其实都认为台湾的GDP呢 在下半年应该都是还是不错的 再来光宝总颜也召开法说 会告诉你第三季会比第二季更好 第二季又比去年更好 但是呢第三季还是一样告诉你 关键字就叫缺料 好 那此外呢 光宝在车用的相关设备上面呢 这个订单告诉你 能见度看到五年哦 很夸张哦 而且整个营收会占到它的 这个整体的营收的10%了 好 我们稍后回来 好 我们稍后看